海外网10月1日电去俄罗斯卫星网援引俄外交部消息车 当地时间10月1日,俄罗斯外交部召见韩国驻俄大使,救俄货船在釜山港被扣留仪式提出交涉,并要求立即解除这艘货船出港的警令。 釜山港 突然,俄罗斯卫星网据报道,救俄货船萨瓦斯托波尔号,在釜山港被扣留仪式,俄罗斯外交部10月1日召见韩国驻俄罗斯大使与论根,提出交涉,并要求立即解除韩国海事部门不止这艘货船出港的警令。 此外,俄罗斯驻釜山总领馆,早前已至韩国外交部,请求澄清有关俄货船萨瓦斯托波尔号在釜山港被扣留的情况。 据新华社此前报道,日前俄罗斯一艘货船,因涉嫌违反美国出台的社巢制裁,在韩国附上港的被扣留。 对此韩国政府9月30日表示,正在与相关部门合作,对该货船是否违反美方涉潮制裁进行调查,令据俄罗斯此前报道,该航运公司已否认违反美方涉潮制裁,并要求韩国方面解决货船被扣留的问题。 8月21日,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两家俄罗斯航运公司和六艘船舶实施制裁,其中包括古德宗航运公司,被扣货船所属公司。 美方趁,这些航运公司和船舶设计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社潮制裁决定,向朝鲜转运经历石油产品,海外网站正本文戏版权作品,未经授权严禁转载,海外视野,中国立场,登陆,人民日报海外版官网,海外网www.haiwainet.cn或海客客户端,领先一部获取权威资讯。